好用農油券来力挺农民 但是我们来看八大部会 现在应用五倍券推出的加码券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成果如何 日前民进党立委是召开了记者会 公布了最新的状况 国旅券以131% 打败了其他七个部会 夺得最多商家来参加的排行第一 而店底的是好识券 达成率只有19% 只有5万个店家参加 和原本他们预期26万家相差甚远 有立委质疑有灌水的疑虑 加码券大灌水 合作商家快扩大 民进党籍立委齐呼要求政府 应该加快加码券的合作商家数 因为摊开数字来看实在是不好看 立委许志杰公布了八大部会加码券 参与的店家数排行前三名 分别为国旅券达成率为131% 爱员券96% 农油券则为90% 但其他部会的成绩遭到质疑 有灌水疑虑 以好识券来讲 现在只有5万家可以用 也就是说达成率是19% 好识券当初预定参与的店家数 高达26万家 但实际来参与的只有5万家 达成率才19%垫底 而另外被点名的 还有体育署发出的动资券 仅1400多家参与 跟当初设定的5000多家相差甚远 体育署回应 把原因归咎在防疫政策 还有气候变化 包括配合防疫 还有就是入秋 因为今年我们只着重在 做运动看比赛 这两项就是跟它相关的一个页别 那所以目前就是在我们12项页别 是扣除到运动用品 跟博弈 动资券最惹争议的就是 为何不能买体育用品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去年 有9乘4的动资券都被用来买体育用品 今年要以做运动看比赛为准则 秉除了商品化 八大部会加码券绩效成果悬殊 但目前已经陆续启用当中 参与的店家数量严重了不足 立委洪梦凯表示 政府投入了1600亿的纾困预算 加码券力道太弱 民众当然感受不到 包括1200亿的五倍券 以及400亿相对振兴的部分 我们就希望各部会加强行销 加码行销 赶快让国人拿到券能够赶快来使用 洪梦凯表示 小型的运动用品店家 还有体育场附属的运动用品 都应该要开放使用 排除大型协助小型 这才是动资券提振业者的用意 五倍券跟加码券如何发挥最大效益 八大部会虽然绞尽脑汁 但是数字会说话 无论是业者或者是消费者 实际操作之下才会知道结果 但目前已经开跑加码券 参与店家术 被质疑疑似大灌水 这政府恐怕得要加快脚步 调整体质 联机卫视张艺成 郑仁忠台北财报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